下面 讓我們歡迎來自日本的雄蘇貞同修 與我們分享 舒軟管不通 子宮燕蓮 六年不孕的雄同修 通過心靈法門 三法法寶 念經許願放生 觀世音菩薩 慈悲送子 求子成功 讓我們掌聲歡迎 感恩南無大廈 危舊舊難到大陸 萬聖宇貞 感恩南無魯金鴻台長的安農堅塑馬吳薩 和各位同兄 給我機會分享我的求婚 結婚 求子經歷 我以2018年年初結婚 然後來到日本三國 一直都渴望有緣要孩子 可是肚子卻實時沒有動靜 直到2010年 好不容易檢察到懷孕了 卻是公外用 那一次簡直要了我半條蜜 當天就進病房做了手術 並切除了一根舒軟管 對於渴望要孩子的我來說 身心嚴重受打擊 每天過著已被洗面的日子 之後的兩年也不是聽說哪裡 你要跑我就往哪裡跑 就這樣就是肚子也失去沒有反應 在三國中和工作中的種種壓力 讓我患上了失眠 整整兩個多月 每天晚上睜著眼睛倒添尿 每天口吃安眠藥過日子 睡覺對於我來說 是件非常可怕和痛苦的事情 每晚睡不著覺 用手抽自己的耳光 碰忽油淚 激熱檢查結果是憂慮症 家人看我這樣痛苦 擔心但卻沒有辦法 那時也碰到太多中國的心源 於是老公停意讓我回國放了環境 也許失眠然好 同時也把身體調養 也許是明明中關西英普大之間 原本打算飛上台著 回老家江西人 我有個姊姊住在廈門 她希望我先到廈門遊玩 然後回南昌 於是我特意把機票改成了飛子中 聽大姐說 下面有多年名的蠻多佛 關西英普大非常地 建議我去朝拜關西英普大 全部的孩子 這麼多年沒有孩子 更是為家人的一塊心願 大姐說她有個好友 好友感動的佛法 於是我一次特意叫上她的朋友 像楊弘雄 當時楊弘雄還贈送了我幾本的佛書 就這樣我解釋到了 關西英普大的心靈法文 我忘記了 當時我就被書籍的內容深深吸引 在書籍的驚慕台上非常肯定 明確地告訴大家 世上有鬼也有菩薩 有天界有西方極樂世界 能有六道能力 三明治有六動體病和人性病 由於正式典型的人性病 多年福利要為業障 生病深重 要不就是沒有暫停 我知道我是屬於滅障深重 有台上的書籍讓我心裡深深震撼 在延後我去做了全套身體檢查 和腹科檢查 一查結果晴天霹靂 不僅身體免疫系統嚴重地下 腹肌上的安美偏高 腹科更是糟糕 結果是唯一的一根蘇蘭管也不通 而且蜂腔出現黏黏 當時衣山說 也說自然懷疑 就連事管一門也做不了 當時我卻真的覺得仁山 失去了希望看不到未來 忽然我想起 五台島書上流血 三病分陸體病和靈性病 陸體病醫生治療 靈性病拜佛送經結合治療 而且還有如何求祢的念經方法 於是我照著求祢的方法 開始念經 就在我念經 每幾天 如下慈悲 在夢中演化我 我夢到人死後 靈魂下的地步 接觸審查情形 單純人在此事實 人贊和功德 豐沸去安投胎 在封辦的地圖裡 我當時非常害怕 尽力的祈求我 我不要捨 我還有好多事能做 我還要做得通生孩子 讓我在人間多積典得 當心的故事營造主 言話要有三跟十 誰能留在五分 後來我一直拼命的去 就是沒有你 後來我想起 那麼大是大 沒關係 因果上 你是我開始念菩薩的色號 一開口心經 我就醒過了非常清晰 地律在目 從那天起 我就發現一定要堅持 多省戰記者 都念菁 就在念菁後 一個星期左右 我失眠症 就完全致疫了 到現在一直都是倒下 就冷睡了 從那以後我跟鑑定性面 念菁許願放生 三大法寶 三個月後我回到大阪 再去醫院做檢查 奇蹟真的出現了 蘇蘭管是空的 弓腔沒有黏黏 我知道是觀世音菩薩 慈悲顯靈救度 加持了我 由於以前不懂事 造的涅太多太多 涅障非常的重 台上時非多次夢中開示我 要求子要多加懺悔 兵器太重多曬太陽 小房子也開示需要非常的多 就這樣轉眼到了2013年6月 很榮幸去參加香港法會 也很幸運得到多次台上加持 每次和台上臥屬時 都感覺腹部有同所未有的舒服感 感謝就像醋喝消炎的感覺 菩薩持悲 終於在7月初我檢查到成功懷孕 真的太感恩那麼大 大飛救不救那廣大敏感 關係陰不上 都有驚訝 在懷孕出 由於我所做的功德太少 經文又跟不上 出現了健鋒現象 去醫院醫生說 只有躺著不動保胎 胎兒太小 前三個月又是危險期 難不然保住就看你自己 當時我非常非常的擔心和傷心 我想起來只有台上師父來救我 也是我打電話 去澳洲東方臺求救 當時我哭得非常激動 記得東方臺有位秘書 對我說 我們是學活人 碰到事情要冷靜 哭有什麼用 對你和對孩子都不好 碰到事情 要哭著去求官司陰不上 我這邊也幫你請台上幫開示 掛了電話以後 我哭著在國台前 請觀世音菩薩慈悲我 吃藥救救我 就在當天晚上 我做了個夢 夢中天 出現了戰力的白衣觀世音菩薩 當時菩薩從空中撒下兩顆藥丸 說到此藥不比凡間藥 定能保你平安生產 轉身我醒過來 因病哉母非常慶幸 我知道實觀世音菩薩 有求必應慈悲顯靈 從念天起 胎兒就穩定了 同時台長的慈悲開示 讓我多念禮國 大懺悔文和小黃子 如今母子平安 寶寶也非常可愛 非常有國緣 每天早晚我會帶著寶寶 一起上香禮國 給菩薩請安 真誠感恩南無大大大悲 救土救難 廣下靈感 關世音菩薩 在魯京同台長 讓我聞到佛法 拯救我的慧命 還有感恩幫我帶放山的北京同修 還有在懷孕期和學習 學國修心同中 無畏不自照顧和關心我的日本同修們 他們都是菩薩 我們觀世音菩薩 心靈法名就是一家人 感恩大家